大家好,我是Sherry 大家好,我是豪仔 我們現在已經在英國中部的一個地方 展開十天的隔離之旅 我們今天已經是第二天的隔離 所以我感覺當然沒什麼特別 只是第二天而已 我們也是睡覺等等 其實這一至十天裡 每天都有辦公室會打來檢查 你究竟是否真的在自我隔離之旅 因為我們昨天也收到一個電話 但很奇怪的是他可能在三下 我們又錯過了一個電話 他就三下就收了線 其實我們再回到電話的時候 他也是一個普通的電話錄音 說回說你錯過了也不要緊 我們會再打給你了 感覺好像我們有沒有自我隔離之旅 都沒有人知道 不過當然也是很講求大家的自律性 其實我們我們幾乎回到英國中 我們已經是上網上訂了 第二天由去八天的COVID註律 kit 我們其實第一天已經取得了發 而且童話就是這一包東西 裡面有你的註註 Email 裡面有你的註註工具 你可以把它打入袋子裡 把自己的個人資料 nep Poke implication 之後再放進上皮膚箱裡 有一個 corresponding上面 再寄進你懸 creo 在寄近的Postbox那裡就可以了 可能你說我不太知道怎樣檢查的話 裡面也有說明書教你怎樣檢查 我覺得這件事都不錯 大家預算時間大概是4至5天左右 例如你arrival之前的大概4至5天左右 你就可以order定了 而在order的方向上 大家要填自己的名字 護照的號碼 英國的電話號碼 和英國的full address 之後就是選擇Provider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相信會有些困難 有些人就說可能會等很久都收不到 而我們選擇這間就是on time的 我們用CTM的 我們一去到appartment就已經收到了 而當中運送過程 其實email上面都會繼續提醒 現在的status是怎樣的 而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就是在你訂訂你的十日隔離生活的 那個airbnb或者酒店的時候 大家要記住簡單一些可以在步行距離裡面 有一個叫做priority post box的東西 這樣就會方便你去做一個遊記的動作 其實我們除了是一早預先訂了一些covid test kit之外 其實我們都早了兩個星期去訂我們的glossary 我們選擇了的supermarket就是Morrison 當然你們都可以選擇一些supermarket 我們覺得挺好的就是它可以選擇日子和時間 讓你去選擇食物想什麼時候到貨 我們就選擇了我們到部的第一天 其實早上已經到了 還有我覺得它有一件事挺好的 就是它有一些東西是沒有貨的 但它可以提供同等價值的東西給你 可以取代 它會email通知你 譬如我訂了一隻麵包 它沒有貨 它可能會提供另外一隻麵包送給你 我覺得這件事挺窩心 不過就一定要提醒大家 現在就真的要早一點點去訂 因為我們除了是隔離人士去訂一些glossary之外 當然現在在lockdown 其實有很多人都是上網訂的 所以大家可以在出發之前 兩至三個禮拜訂都沒什麼所謂 因為如果其實你一到部才訂 它可能未必有你心水的日子 時間讓你去選擇到貨的日子 而且它也可能會很久都未送到過來 所以我們也提醒大家 你可以早一點點去訂訂 來的時間就會比較完美一點 我們今天就在我們隔離生活的第二天 其實我們都在我們香港去飛去英國的 這段旅程當中拍了一些片段 我們就馬上到達香港出發 我們現在就進來Food Court 比我預期中其實是多人少少的 因為我們真的預期可能小貓三四隻 但原來又不是 也坐了一半多些 但是餐廳那裡真的開了幾間 三間 所以不用排隊都可以 現在吃一間泰國的東西 我們稍後會分享一下我們 可能上機或者下機的情況給大家知道 我們終於下機了 十三個小時很累 其實我們現在就去緊找我們那輛車 因為我們也預期了一輛交易 是去我們隔離十日的目的地 其實剛才坐飛機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都很累 但其實我覺得這程很舒服 因為沒有什麼人 很少人 還有當然大部分都是香港人 可能都是一兩個外國人 其實我們剛才都過了Immigration 拿行李那些 Immigration那裡其實都問我們很少問題 只是問我們在哪裡來 或者我們會搭什麼交通工具 去我們那個目的地 其實純粹這兩樣東西 所以我覺得其實是很Smooth 還有那個Officer 其實他們都不是特別問很多問題 而且都特別說得慢一點他的英文 讓我們好聽一點 或者遷就我們的程度 其實剛才那個Immigration 我們就提供了三樣東西 就是BRP Form 還有我們第二和第八天的Test Kit 即Cover Test Kit 我們的Order Form 另外就是Passenger Located Form 差點不記得這些 這三樣東西最主要是提供給他們的 我們其實現在都要去找一輛車 我們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有什麼是關於申請BNO的Visa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留言問我們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條影片 1988